人生观或价值观参考资源人间佛教的修行观 人间佛教思想十堂课之一心宝和尚 成功让教授 YouTube HTM 2022 HTTPS www.youtube.com 人间佛教思想专题 5410位订阅者 第一堂课人间佛教的修行观 阅读资料 佛陀教法思想之根本宗旨是宪法乐 后是乐 就近乐之辩证统一 杂阿涵经 意理辩证之一 HTTP冒号双斜线fc.org 杂阿涵经 求证是加穆尼佛之教法思想 佛陀的教法思想 从本质上看 可以说是为众生 为人类探求幸福之道的学问 从特征的角度 佛陀为众生 为人类所探求的幸福之道 则是能对人类献法乐 后世乐及就近乐问题 加以辩证考量的一种幸福之道 00公尺 00S请听学者的对话 02公尺 00S何为修行 成功让教授 19公尺 25S修行的正确观念 新宝和尚 37公尺 40S宪法乐 后世乐 就近乐的辩证统一成功让教授 53公尺 21S学佛是生命最好的投资 新宝和尚 锦号人间佛教思想 十堂课 锦号新宝和尚 锦号成功让 锦号修行官 锦号宪世乐 锦号后世乐 锦号就近乐 锦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 字幕记录 你认识人间佛教妈一场学者与行者的对话即将展开 你认识人间佛教妈请听学者与行者的对话 新宝和尚 陈教授以及所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吉祥晚上好 今天是我们人间佛教思想十堂课的第一堂课人间佛教的修行官 我们邀请到佛光山寺住持新宝和尚新宝和尚的开示充满了浓浓的法味 每次聆听总是让人对佛法心向往之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成功让教授 陈教授目前担任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 同时也是我们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的荣誉教授 人间佛教是实践的宗教 修行的宗教佛光山开山新云大师一生推动人间佛教 积极地把佛教带给大家让人间有佛教 大师主张佛法要生活化 简单地说佛法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行就在每一个当下而修行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能够获得身心的安乐和解脱 如何修行获得现世安乐来世安乐乃至究竟解脱的安乐 这是我们今天人间佛教修修行观所要探讨的 首先我们要邀请成功让教授从理论的角度 谈谈人间佛教的修行思想 我们欢迎陈教授 谢谢妙凡法师 我先分享一下这个屏幕 特别感谢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妙凡法师的邀请 来参加这个人间佛教思想食堂课 今天也特别荣幸能跟我们尊敬的新宝和尚同堂来交流 我们这个课程第一次课跟观众见面的时候 大概刚刚过完牛年春节的元宵 但是呢我们大家都还会沉浸在浓浓的牛年的春节情绪当中 我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来聆听 和观看我们这一堂课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有新的梦想 新想事成 妙凡法师邀请我在我这一部分 主要是从佛学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对人间佛教的修行观的看法 我想主要谈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想说明 从我的研究和理解 我觉得我们佛教的传统 是非常深入的高度的关注人生修行的问题 人生修持的问题那什么是修持 修持简单的讲究是 我们把佛教的思想 智慧 价值和认识能够体质于我们个人的身心 厌之于我们个人的生活 并且要让我们这样的一个行持 成为我们个人人生密不可分和有本质意义的一部分 这就是佛教所谓的修持 我们大家知道 佛教是在公元前年的中叶发源于古代的印度 我们的佛教从一开始就高度的关注人生的苦乐和解脱的问题 所以佛教可以说一直以来就具有重视个人修行的这么一种特殊的精神 我们中华文化也同样高度关注人生行持的问题 我们先秦时候 里面非常有名的中庸 开头就讲 天命之位信率信之位到修道之位教 这基本上是把圣人之教诠释为修道修行之道 所以说中华文化传统是同样高度的关注和重视人生的修持问题 所以受到了佛教的传统和中华文化传统双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中国的佛教特别重视修持 我经常听到有朋友在议论 你最近干什么去了 我最近去学佛教去了 哦你去修行去了 这样的对话我常常听到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在很多人心目中 特别是很多佛教徒的心目中 他基本上把信佛学佛理解为 就是进行一种修持 所以我要想从佛学的角度表达的第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的佛教有高度重视人生修持 人生修行的传统 就像我们妙凡法师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设计这一个 人间佛教十堂课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第一堂课就要讲修持观 修行观 这说明了人间佛教同样也是继承了佛教重视修行的优良的传统 这是我要跟大家表达的第一个看法 那么第二个看法 我想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佛教的修行 我觉得要从内容上来理解佛教的修持 我觉得我们可以包括要从狭义的层面来理解佛教的修持 也要从广义的层面来理解佛教的修持 那么什么是狭义的层面来理解佛教的修持 在原始佛教和不派佛教所谓的修持 狭义意义上的修持其实就是界定会三学中的定学 在大乘佛教我们的佛教从原始佛教不派佛教 发展到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讲的六度四摄里面的第五度 净律波罗密多就是大乘佛教讲的修持 这是狭义的 从广义上来讲原始佛教的界定会三学都是修持 大乘佛教的六度四摄也都是修持 所以我们要把狭义的和广义的修持 都要理解为是佛教所提倡的修行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重视狭义上的修持 而不重视广义上的佛教讲的修行 久而久之法久则身比 我们就有可能把佛教的修行理解得非常偏狭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重视广义上的佛教的修持 而不能落实到比较专门意义上的佛教的修持 打个比方 就好比是银行的出纳员 他天天替别人数钱 但是跟他自己没有关系 所以这教师之余散了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意思 我要讲的第三个意思就是什么是佛教理解的 佛教理论和实践所重视的人生修持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 佛教所理解的修持一定是在正法的光明引导下的修持 过去曾经在一篇讲演里把我们的佛教分成了正性 迷信、迷信、不信、和、邪性这四个层次 他老人家曾经讲 邪性、不如、不信、不信、不如、迷信 迷信、不如、正性 我最近也体会大师这个话 我非常同意大师这个话 我尝试着把佛教的信仰区分为超性、正性、迷信、和、邪性 这四个层次 所以我想在大师所提供的这样一个讲法里 非常强调的就是用正性的精神 也就是正法的光明正法的智慧 来理解佛教的人生修持这一点在早期 从释迦牟尼佛就特别的重视我们看 阿含经典 就知道释迦牟尼佛曾经对他那个时代里 婆罗门教和外道门很多的修持手法 比方说一个人站在地上 常常的举起手 一天各小时都举起手 或者有人对着太阳 随着太阳转动自己的身体 一天小时都在转动 甚至每天多次的用水来浇灌自己 等等的做法 释迦牟尼佛都表示不太赞成 那么到了大乘佛教 例如 大涅槃经 他对种种的 很不恰当的修持方法 一直有很多的批评 所以到了明代有一部佛教的词典教 三藏法术 他就把这个不如理的佛教的修持 概括为是六种外道的修持法 比方自饿天天饿肚子 甚至有人说这是功夫 我也可以一个月不吃饭 两个月不吃饭 投冤就把自己放到冰冷的寒水里面去浸泡复火 那就是把自己放到熊熊的烈火 或者烈火燃烧以后的灰烬里来自考 还有一年四季都在野外静坐 还有不说话 一天不说话 一个月不说话 甚至一年不说话 多少年不说话 最后甚至把我们认为是狗 牛 比方牛是吃草的 那我们就又过上狗和牛一类的动物的生活 用那种方式来修持这叫六种外道 我们可以看到从星云大师的讲法 我们一直看到释迦摩尼佛 我们看到大涅槃经 一直看到明代学佛教的法师们 学者们 对佛教修持方法的这么一个概括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强调一种正法的精神 那我重点要讲最后一个意思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人间佛教 现代人间佛教 要追求献法乐 后世乐 就静乐的辩证的统一 追求献法乐 后世乐 就静乐的辩证的统一 应该是人间佛教的修持精神 什么是献法乐呢 献法的乐 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现世的幸福 我们古今中外的人都追求现世的幸福 现实的幸福啊 在对现世幸福的追求 在哲学上借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术语 它是人类普遍的一个必然的要求 我们中国古代先秦的一部古书 上书洪范 终究提出五福的概念 我们追求长寿 我们追求富贵 我们追求家庭平安和谐 我们追求道德 我们追求善始善终 这些都是五福 五福 所体现的内容就是我们的献法乐 那么什么是后世乐呢 后世乐就是指我们人类总是以某种方式 来期待生命在现世之后会以某种方式延续 并且我们延续的后世生命 同样期待幸福这样的要求 我们就叫后世乐 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已经有很精致的轮回学说 反映了人类对后世的存在 即后世乐的一种设想 古代西伯来的宗教有明确的灵魂理论有灵肉二元的结构 并且有末日审判的学说 它也是典型的后世存在 即后世快乐的一种文化 亦是我们的佛教一方面讲世俗地 一方面讲圣异地在世俗地的意义上讲 也就是在随顺世俗的意义上讲 佛教重拾了亚利安先民的轮回说 从圣异地的角度讲 佛教主张非断非常 所以佛法也贡献了一种我们对后世的存在 以及后世的快乐 后世幸福的一种理解方式 我们举婆罗门教 西伯来宗教和佛教就可以看出 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中华文明追求不朽 所以中华文明在先秦之前就有 三不朽的说法 人死后应该有不朽的东西 哪几样东西使得我们生命可以不朽呢 利德、利公、利言 我们道德上的成长 我们在事业上的成长 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长 叫利德、利公、利言 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曾经用W来概括我们的 三不朽 他把利德翻译成Worth 利公 他翻成Worth 利言 他翻成Worth 所以三个词语都是以W开头 这就是中国古文的 利德、利公、利言 所以我们中华文化也对以追求不朽的方式 来体现对后世生活的理解 当然最重要的佛教讲 就敬乐 什么叫就敬乐 就敬乐 就是无上正确圆满的幸福 那么在佛教的思想史上 有解脱、涅槃、利苦、德勒、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些概念 也都在表达这样一种超越日常生活 超越时间维度的一种幸福 这样一种幸福就敬 就敬的幸福 有些朋友可能认为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不是仅仅是大乘佛教的概念 不是的我长期研究大乘佛教 也研究原始佛教 我们可以看到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概念是从杂阿含经一直延续到 大乘佛教 区别仅仅是古代的原始佛教和布派佛教认为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所体现的 究竟乐只有佛陀一个人可以体会到 那些伟大的阿罗汉甚至很难体会到 但是到了大乘佛教就认为 一切众生都可以体会到这种究竟的幸福 所以说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概念是比较准确的前后一贯的 代表佛教对于就近乐的一个思想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概念 其实讲三个意死第一个 无上意没有什么比它更高 这样一种幸福第二个 正确意因为很多幸福不一定正确 但是这种幸福是正确是符合真理第三个 圆满意 这个是自觉 觉它 觉行圆满的是最高的幸福 所以佛教所讲的就近乐要有三个含义 就是无上意正确意圆满意 我们的人间佛教 现代人间佛教是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 佛法真正精神的一个圆满的继承 和在现代的落实 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谈到人间佛教的修持的理论的时候 我觉得追求宪法乐 后世乐 就近乐的辩证统一 应该体现了人间佛教的修持精神 谢谢主持人刚刚从陈教授的内容里面 我们了解佛教是一个重视修持的宗教 而且这个修持是透过正法来引导的修持 陈教授也帮我们理清了所谓狭义的修持 是重视界定会里面的定学 广义的修持则是包含界定会三学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如果太过苦行那就是虐待自己不是修行 当然也不是放纵欲望 所以修行如何不偏不倚在中道上呢 这是我们大家必须去检视跟反省的陈教授也把我们理清了 现是乐后是乐乃至是就近解脱乐的定义 让我们进一步的整体的从理论的思想上面了解所谓的修持 或者是修行的定义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保和尚 来跟我们谈谈人间佛教的修行观 我们有请保和尚 大家好 人间佛教其实就如同大师说的 人间佛教就是佛教所以我们常讲学佛 我们就会想到学佛就是修行了 在修行上我们讲生根心这两方面 我们也常讲所谓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除此之外也要修正我们内心的观念 所以这两方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甚至我们也可以讲我们的观念正确了 才可以正确引导我们的行为 所以身心两方面我们也常常讲所谓解行并重 讲知行合一 也譬如在佛陀开示弟子们的成就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弟子证的虚陀环 斯陀汉甚至阿那汉甚至阿罗汉 其实只要我们注意去看这个问题 我们会发现你要进入到所谓的入流 进入到圣贤的阶位虚陀环 基本上都是先从理论的正确去成就 比如说他对佛法不会怀疑了他真正了解修行的方法了 他真的把无我的理念已经体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禅宗常常讲所谓误后祈修 就是说当我们道理都完全懂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的悟道之后 你才能够用很正确的观念 正见正念来带动我们的身口意 在这个时候呢 对修行而言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开始 所以我们常讲悟后祈修 因此这个理论相对而言也很重要 因为你理论不懂你的修行还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讲忙修瞎恋 甚至浪费很多时间就像陈教授还有讲到 当初很多其他的宗教所做的种种苦行 其实对解脱一点帮助都没有 只是增加自己身体的受苦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应该讲在修行之前我们先要把理论了解 以佛陀当时而言基本上就是通过修行来灭除我们的烦恼 我们常讲要灭除老病死 让老病死不要成为我们的痛苦 不要成为我们的烦恼 这一点其实与佛陀舍弃王位去修行 我觉得佛陀看到人世间确实有这个实际的状况 所谓老病死生所谓生老病死这完全不只是理论 因为生老病死跟我们习习相关每个人都一样 甚至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例外 这一点我想佛陀他体验得的很深刻 所以他觉得去修行比当国王还更有价值 还更殊胜因为你虽然富贵仪式 但是终究还是流转还是老病死生 甚至佛教常讲苦海无边 所以在修行这方面佛陀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怎么样去灭老病死呢 我们先从正确的观念来讲 比如说佛陀在杂阿含经一开始讲五蕴的时候 佛陀一开始就讲所谓面对五蕴 就是这样子 不管你懂或不懂世间就是无常 不管佛陀有讲没讲 世间还是无常 这个无常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世间幻化 世间变化 甚至我们讲世间无时无刻都在变异 都在其变化当中 所以如果这个道理我们懂的话 佛陀还会再继续提醒我们说 你了解无常 你慢慢的就会体验到无我 因为一切都无常吗 所以你控制不了 非我所 不是我的 慢慢的你会体验到这个层次叫做无我的观念 有无常 无我作为基础 我们才来讲涅槃也就是解脱 涅槃是世间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叫做涅槃第一乐 我们修行应该用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去面对 因为修行就是要让你快乐 要让你法喜 就像大师一直提醒我们要欢喜 欢喜在佛教讲究是法系你真正去除烦恼 烦恼当然很多基本讲 贪 甜 吃 比如说你的心不贪 你很知足知足的人一定快乐 你不甜恨 心很平静 平静的人也是很快乐的 你有智慧的人不愚痴 所以他明白世间他也很快乐 所以只要贪甜吃不深 甚至我们讲贪甜吃永静这个叫涅槃 我们讲真正的达到解脱 人间佛教其实跟2600多年前佛陀所讲的道理都完全一样 比如说大师讲修行在人间 成道在人间我们也可以讲 人间就是生活 谁都离不开人间谁也离不开生活 什么是生活呢 不就是人耳鼻舌生意吗 不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吗 完全离不开 所以烦恼从哪里生呢 从六根接触到六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烦恼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喜欢 不喜欢烦恼就来了 听到什么话不欢喜 痛苦就来了 所以就在生活里面 在六根六成当中也就是说 在生活里面我们去注意我们的六根乃至六成 好好地去注意它 比如说你生起不好的想法 因为人在烦恼的时候 去观察自己很多想法都是不对的 或是跟烦恼相应的 一个是想法 一个是感受 就是受跟想 与我们都是息息相关 所以刚才讲到这个无常 其实就可以用在这上面 你虽然有感受 你虽然有想法 但是你不要忘了它不是永远那样子 它会变因缘一道 或是说人是以前的时候 它就变了 甚至我们只要有正念 正见 正性 烦恼也就会消失 在生活里应该讲是非常实用 佛陀除了讲无常 无我 慢慢地我们就把无常 无我看成是一种对空的体验 而这个空就是要在生活里去体验 所以我们常讲 你悟到了 你悟到了空性 你知道空是无常性 烦恼升起的时候你就知道 它现在虽然是这样等一下 可能又会改变 甚至如同大师讲的 无常有积极性就是会越变越好 所以我们就要让心中记住很多很多的佛法 比如说你有慈悲 你会越变越好 你有忍辱 你真的会越变越好 你有精进 你有禅定 你有智慧 我们会越来越好 所以无常其实有积极性 再加上对 无我 有深刻认知的话 我想在现世来讲 以佛陀的教义来说 现世你可以解脱 我想这个就是佛法 只要你一学佛 基本上你就会快乐 所以你今天快乐 让烦恼不再升起 很自然的你明天还是快乐 以现世来讲 我觉得佛法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 正向的力量 所以今世快乐 这种快乐是会延续到后世 甚至明天因为我觉得学佛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肯定生命是轮转 是轮回的 所以在不派佛教的说一切 有不就直接讲 三世时有 法体很长 只要我们肯定 我们有未来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很努力 很努力 不管是不失 不管是精进 禅定 智慧还是忍辱 一定会很努力 因为它跟你的未来有关系系 甚至跟你的现在有关系 所以透过正确的真理的了解 再加上我们去修行 就是大师讲的所谓的行佛 所以身心只要跟佛法相应 我们真的会现世乐 后世乐 甚至就静乐就静乐 当然 以阿罗汉来讲 他是就静解脱的 因为他贪甜吃 永静不会再生起烦恼 只要不生起烦恼 他就是快乐的 所以他基本上也有这种 就静乐的功德所在 当然以我们常讲的各菩萨行来说 他要所达到的就是成就佛道 所以不管是南传 北传都一样讲无上正等正觉 所谓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因为佛毕竟跟阿罗汉不一样 比如说佛有实力 阿罗汉不见得有佛是自觉的 但是阿罗汉可能要听闻佛的开示 他才会有所觉悟 所以佛还是还是最圆满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修行上在目标的方向 我们就是以佛道当为我们的引导的话 我想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努力在不管是生活 不管在人与人 人与世之间 都尽量用佛法去清净我们讲 精进半道 谢谢大家 谢谢好 谢谢宝和尚 宝和尚 刚刚的内容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重点 第一个宝和尚提醒我们必须建立正确的观 念 修行 修行包含了行为也包含了观念的建立 有好的观念才能够引导行为 行为来落实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解行并重 知行合一 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正思维了解烦恼的起源 乃至如何来超越解脱烦恼 宝和尚从无常无我引导我们去做思考 进入所谓的修行第一乐涅盘了解这些观念之后 进行内化跟思维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 如何在生活里面落实修行也就是在我们的六根面对六成时 如何实时关照无常无我空的道理 在佛法的帮助之下在无常流动变化的世间 这一切都会都因为我们的慈悲喜舍舍 与人为善 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谢谢宝和尚 接下来我要请陈教授来跟我们谈谈 如何在重视献世乐的同时也能够完成后世乐和旧静乐的解脱 我们有请陈教授 刚才听我们宝和尚讲 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实际上是就是佛教 这一点非常的好 非常符合现代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 我们讲到了修持观讲到人间佛教的修持观 他要跟佛教的整体精神尤其是要跟佛教的价值观要有一个整合 那就是我们这一讲所讲到献法乐 后世乐与旧静乐的辩证的统一 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现代人间佛教跟传统佛教之间的关系 现代人间佛教跟传统佛教并不是两回事 两样东西 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大师讲的现在人间佛教就是佛教 也就是刚才宝和尚讲的这样一个理念 献法乐和后世乐与旧静乐的辩证统一的想法理念 是我前几年写作的一篇文章在这文章里产发的 理解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 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不是太正确的话 很有可能对这样一个课题里面会产生误会 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澄清 第一个我们之所以强调献法乐 后世乐和旧静乐 都是佛教的价值观里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们从学理上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献法乐就是现在世的幸福 我们能够放弃现在世的幸福 而追求后世的幸福和追求究竟的幸福 恐怕有时候我们一个人 也许是可以做到 但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 献法乐一定是非常合理的 非常必要的部分 同样后世乐我们能够舍弃掉后世乐 来谈佛教的价值谈佛教的修持吗 这也是很困难 因为如果否弃掉后世乐在佛教来看 就是一种断灭外道 更何况旧静乐 旧静乐是佛教最终的目标 佛教价值观里最重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个意思 就谈到献法乐 后世乐与旧静乐的辩证的统一的时候 首先要强调的就是这三种幸福 都是我们人类的幸福里面必不可少的部分 所以说它也是人间佛教应该倡导的 对于三者都有所倡导 所以我们讨论人间佛教的价值 只去讨论人间佛教的修持观的时候 首先不要把献法乐 后世乐和旧静乐中的任何一个幸福 简单的加以抛弃 这是我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献法乐 后世乐 旧静乐 代表了三种方向有所不同的价值 而这三种方向有所不同的价值 又恰恰是一个完整的人 一个完整的个体 一个完整的人类 它的人生价值的一种整合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最好是三种价值的有机整合 才构成人类价值的整体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对这三种幸福有所偏废 或者有所宣制 这是比方我们可能会说 献法乐最重要 后世乐 旧静乐不是太重要 这并不符合佛教 如果我们要说 后世乐最重要 献法乐和旧静乐并不太重要 这也是不符合佛教 如果我们要说 旧静乐很重要 我们要把献法乐和后世乐都放到很低的层次 这是不是符合佛教呢 我个人认为只要三者的关系 没有一个很有机的整合 合理的整合 它可能有所偏废 或有所宣制 它都不能体现完整的佛教的价值 第三点 我想献法乐和后世乐 是我们人类幸福的基础 而究竟乐是人类幸福的提升 那么看看什么叫基础 什么叫提升 基础 只有参考 提升 的时候 它才是基础同样的道理 提升 如果不是针对 基础 也无所谓提升 所以说 基础和 提升 之间应该有所关联 又有所区别 这是我要谈的第三个意思 第四个意思 我们现在提出现法乐 后世乐 就近乐的辩证统一的问题 其实它并不是是我们今天的发明其实在佛教的经典里 有些地方重点谈到了现法乐 有些地方重点谈到了后世乐 有的地方重点谈到了究竟乐 而且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就是所谓的对基说法 针对不同的听法的对象 它会讲说不同层次的佛法 后来的佛教 后世的佛教随着佛教逐渐逐渐离开了释迦牧尼佛的时代 法九则生必后来的人们往往对一个统一的圆满的佛法内容 它会有所偏重所以我们回到原始佛教 比方说我们在原始佛教杂阿含经里面就可以看到 释迦牧尼佛非常认真的回答听众 什么是宪法的安 什么是宪法乐 如何实现宪法安 如何实现宪法乐 所谓的宪法安 宪法乐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法乐 释迦牧尼佛提出四个原则 一个原则就是要有具足方便 所谓具足方便就是要有正当的职业 并且在正当的职业里要精益求精的进行训练 这是一个宪式乐的重要原则 第二个释迦牧尼佛讲 要具足保护就是我们不仅要有挣钱的 正当人生的这样一种能力 而且我们要有保护我们的财富 保护我们人生的能力 这叫守护具足 第三个 释迦牧尼佛讲要善知识 具足我们要想保证现世的幸福 我们要有良师 亦有要有在知识上 在道德上 在真理上能够提升我们的朋友 第四个释迦牧尼佛说还要有证明 正当的生活方式 他尤其强调了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做到财富的收支平衡 是保持一个现世幸福的重要原则 所以怎么样得到宪法乐 释迦牧尼佛提出了四个原则 怎么样得到后世乐呢 释迦牧尼佛又提到了另外四个原则 那就叫具足信仰 要有信仰 第二个要具足戒律 要守戒律 要有基本的道德 要遵守基本的法律 第三个 要具足不失 一个人 要有慈悲之心 要能够帮助社会 回馈社会 第四个要具足智慧 要对真理的体系 要对圣贤所实证的真理的体系 要有所把握 所以释迦牧尼佛讲如何做到后世的幸福 他提出了四个原则 如何得到就近乐呢 整个佛教的经典 可以说讲的最多的部分都是在讲就近乐 从原始佛教四念处 四正断 四正情 五根 五立 七觉知 八正道 无意不是讲如何实现就近乐的修持 大臣佛教讲的六度也好 十度也罢 四无量心也罢 四摄也罢 无非讲的都是如何实现就近乐 所以我们从这些原始佛教里 释迦牧尼佛的教会和整个佛教思想贯穿来看 我认为佛教是极重视现法乐 后世乐 又重视就近乐 他希望的是我们要有智慧 要把宪法乐 后世乐 就近乐看成是我们人生的三个不同的层面 特别说一点 首先宪法乐 后世乐 就近乐属于不同的人生层面 所以相应的修持之道也有所不同 刚才我们举了释迦牧尼佛自个的例子 就说明了宪法乐就是要有正当的职业 要有守护财富的能力 要有善知识 要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我们现在呢 如果我们放到现在人间佛教 比方说我们想有财富 我们想要有健康的身体 我记得星云大师曾经在一个讲座里讲过 财富有财富的因果 健康有健康的因果 其实大师这个讲法 我今天回味起来 他恰好符合释迦摩尼佛当年讲的宪法乐 后世乐有宪法乐的四条原则 后世乐有后世乐的四条原则 究竟乐有究竟乐的修持和原则 所以这个由因到果 现在借用为实学的术语这叫因缘 所以献法乐有献法乐相应的修持方法 后世乐有后世乐相应的修持方法 究竟乐有究竟乐相应的修持方法 我们不能把因果之间错乱 比方说我们学佛了 为什么我家里的财富不增加呀 那你是把因果弄错了财富属于献法乐 献法乐有献法乐的原则 第二条我们这样说 又不意味着献法乐 后世乐和究竟乐 是完全脱离不适的献法乐 后世乐和究竟乐 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它是人生里三个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人生的层面 所以我们在献法乐中的修持 有可能会增进我们的后世乐 也有可能增进我们的究竟乐 同样的道理我们面对究竟乐的修持 也可能会促进我们的献法乐 也会促进我们的后世乐 借用为实学的原则 这就叫增上元 所以我们为究竟乐而修持 我们有可能会带来我们献世乐和后世乐的提升 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叫增上元 所以我们不能弄错了 增上元如果我们弄错了 违背了它 它很可能起到的不是积极的效果 而是反面的效果 这也是有可能比方说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正法原则下的修持假定我们强调自恶 这叫自恶外道 我们一个月不吃饭 两个月不吃饭 甚至半年不吃饭 我们有可能做到这是有功夫的 但是很有可能这样的修持 即有可能最后让我们的色身失去健康 而一旦我们的色身失去健康以后 我们要追求究竟乐就没有了依托 所以这种不正确的修持 有可能会起到反面的增上 这就是献法乐 后世乐 究竟乐的统一 刚才我们主持人妙凡法师的提问 怎么样可以适合献法乐的修持 又能够对我们的究竟乐会非常有帮助呢 这就是我大体的一个思考和回答 谢谢大家 谢谢陈教授 陈教授提到 其实所谓的献法乐 后世乐 究竟乐是一体三面互为因果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修行的目的 无非就是为了幸福跟安乐 那么献法乐是人类幸福的基 处 同时也是后世乐 究竟乐的基础 究竟乐则是献世乐和后世乐的提升 所以这三者非常的重要 互相都必须关照到 接下来我们请保和尚也就这个题目来跟我们谈谈 怎么样在献世乐的同时也照顾后世乐跟就敬乐 我们有请保和尚 谢谢佛教讲三计 过去 现在 还有未来 这个可以说是时间上的一种相续性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过去跟现在不一样 但是过去跟现在有一个相续性 甚至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 又继续影响无限的未来 所以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三者的关系我常常用昨天 今天跟明天来做辟语 这样应该大家会比较容易了解 因为这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当然 我们学佛以就敬意来说 就是要法系 要安乐 甚至我们讲解脱 甚至讲成就佛道 这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而这种快乐我们称为法系 所以佛法里面常说 法系充满 真的很快乐的意思 这中间当然要具备些条件 就是前面讲过的不要生起烦恼 所以在佛陀的时代也尽量要把贪 甜 吃给去掉 你不去掉的话 它一样会影响无限的未来 所以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 在佛教讲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中过去的当然已经过去了 但十二因缘也跟我们讲了一个道理 就是三是二重因果的关系 所谓过去的因 现在的果 现在的因 未来的果十二因缘可以说 佛陀在提醒我们以我们的现在 由六根接触外六成 所以在十二因缘也讲到这个 触有接触 你就有感受了看到的 听到的 想到的 所以就开始有了感受 到底是什么感受呢 喜欢的你就快乐 不喜欢的就产生痛苦 所以就有苦 跟 乐 得受 处 受 爱 取 有 如果我们在接触之后 执着这些贪疾染灼的话 后面佛陀会讲你一定会轮回 所谓生老死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生命很息息相关 重要的一环 如果我们看懂十二因缘 就会很在意今生今世都在做什么 因为都跟未来有关系 佛陀也说在我们今生今世的当下 我们的受 想 接触都尽量不要跟烦恼相应 这样一来你后面就会的解脱 甚至是现世的解脱 所以当我们解脱自在的时候 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相应的佛法 譬如慈悲 包容 忍辱 精进 禅定 也可以说大师讲的 有佛法就有办法 可能有些人也会有些疑问 我今生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善事 真的下辈子会有所感受吗 其实在佛陀不管在 本身经 或是在讲轮回的这些果报上 其实已经讲的很清楚 因为讲六道六道表示说 人的生命流转确实有未来 譬如讲 天 天的福报很大 寿命比我们长 福报比我们大 身相比我们庄严 甚至聪明智慧都超过我们 所以确实学佛之后 你可以升天升天之后 就会很快乐 因为天上是一个快乐 很多的地方 当然以佛教来讲 这不是世间的五欲之乐 佛教讲 法喜 法乐 基本上是一种佛法上的一种安乐 这方面就讲去除烦恼 有去除烦恼 我们今生就会快乐 因为你没有烦恼 你一定快乐 今生快乐 下辈子你的烦恼呢 因为已经去掉了 下辈子还是不会烦恼一样 延续这种法系 继续的自在解脱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世上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佛法确实可以说 是我生命最好的投资 深深世事 我们用佛法来修行 甚至我们有福报的话 也要把福报用在修行上 这样我们真的会很自在 很解脱 远离痛苦跟烦恼 这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谢谢谢谢宝和尚 从十二因缘 三世两重因果 来和我们探讨 怎样在受跟想的过程中 不要与烦恼相应 今天从宝和尚 陈教授的开示及讲说中 我们了解要幸福 要安乐就要修行 就要有佛法 今天很感谢宝和尚和陈教授 在线上和我们大家分享 人间佛教的修行观 今天探讨的内容也将刊登在 人间佛教学 报义文上 也就是现在我手上的这一本 大家可以上研究院的网站做了解 在修行上的每一个步伐 只要我们时时刻刻的自觉 检讨 调整 实践 我们就能一起建设一个 安乐富有的人间净土 最后再次感谢宝和尚 还有陈教授 以及所有线上的朋友 我们下个月四月一日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